我見到有人傳一條片 就是一個美國的教授 叫做Mersheimer 他是一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系教授 他那條片就是 為什麼烏克蘭戰爭是北約的錯 很多人都看得很開心 尤其是小粉紅、香港的男朋友 看得很開心,廣傳這條片 其實這班人自卑到不得了 一見到有個洋人、有個白人出來說 你看看這件事都是美國的錯 那就很開心 突然說洋人說話、白人說話 平時不見他覺得洋人、白人說話 特別有說服力的 剛聽的時候 就微飛色舞 奔走相告 問題就是他們不知道這個Mersheimer是什麼 其實這個Mersheimer還說過很多東西 已經寫了很多文 包括他說 他覺得這個中國的崛起 絕對不可能是和平崛起 他覺得美國與其處理俄羅斯 俄羅斯其實已經淪為歐洲第二級的霸權 都不是的 一個二級的國家 當然他是一個獨裁的極權政府 但是惡不出樣子 惡不出樣子 你為什麼要理他 你不用理他 你任由他 這個Mersheimer的意思是這樣 其實他說的那些東西 有些就是 自己開了個頭 然後就自圓其說 他說 你不去激怒俄羅斯 俄羅斯就不會去打烏克蘭 你就知道 你激不激怒他 他都可以打烏克蘭的 你就知道 他真的因為你 覺得受威脅 所以他一定要去打烏克蘭 可能波蘭都被他打了 你就知道他不會 其實歷史沒有如果 這些人的辯證水平其實就很低 他說你如果這樣做 結果就一定俄羅斯會反攻 你不做你就覺得他不會打出來 其實這件事根本沒得這麼說 那好吧 回頭也有些人覺得俄羅斯是被欺負的 俄羅斯哪有人被欺負的 2014年 打烏克里米亞 大家說制裁他 有沒有做過什麼事實際上對俄羅斯 講到北約是東進那麼厲害 那有沒有真的收賣烏克蘭 收賣格魯吉亞 其實是沒有發生過的 所以這班小粉紅男朋友 看點不看點 還要數到去當年南斯拉夫大使館 那件事 說北約炸我們南斯拉夫大使館 北約幾個霸道 大哥那時候人家在 塞爾維亞族人在殺那些 回教徒殺科索玉殺那些阿爾巴利亞人 那些是20世紀 在歐洲大陸最嚴重的一次種族屠殺 歐洲的大哥 對於很多當地的人 是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會發生在巴爾幹半島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原本有談過聯合國是否出兵 然後大家知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有誰 就是當時已經被瓦解了俄羅斯反對 由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不肯 去endorse這次維持和平行動 就是由北約自己走去做 整件事的背景是這樣的 但是那些小粉紅男朋友 又是知不知道的 就走去說 你看看北約多可怕 北約成立以來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防止俄羅斯的西盡 那好吧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 其實你如果說俄羅斯有一個很大的危機意識 都說得通 那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有哪幾個國家有這麼大的危機意識 我跟大家數 一個就是俄羅斯 一個就是俄羅斯的兄弟幫 這個中國 當年蘇聯瓦解 誰最害怕?中國 這次俄羅斯出事 誰最害怕?中國 害怕什麼呢? 其實俄羅斯 我又再數上少少 大家要知道 其實當年蘇聯瓦解 其實是一件什麼事 很多人只知道蘇聯瓦解了 不知道蘇聯是怎樣瓦解 我是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是什麼 識錯藥?自己無端端說 不如我們不做了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當年戈爾巴喬夫 統治之下的蘇聯 其實經濟已經不太行 政府已經不太運作 也沒什麼威信可以 在前蘇聯的幾個地方 有很多地方勢力 都是蘇聯的蘇維埃系統 例子有什麼呢? 白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等 他們幾個地方那些 就是當地掌握了管治機器的那幫幹部 已經看到的情況就是 你莫斯科搞不定的話 對他們來說 看著這個蘇聯瓦解 倒不如提早結束它 但是保持他們自己在地方的統治 例如白羅斯 白羅斯不是白羅斯 白羅斯的那個政府 在美國政府 路加辛科 從1994年做到現在 其實普京等的人都是 即是他接了葉利欽之後 他是一直做下去 其實你看到的 白羅斯、俄羅斯、哈薩克等 幾個很主要大的辦法 其實都還是 某程度上 都是承襲當年蘇聯的那幫人 那幫人的體系 換了之旗 但是同一幫人 沒有了中央所為開 但是繼續都是同一幫當權的人 問題就是 在前蘇聯的這些加盟的國家裡面 有些慢慢變得西化 波羅德海三國最早就變了 現在波羅德海三國已經完全是西方社會 波蘭其實早就掉出來 捷克掉了出來 剛才說的 藍斯拉夫其實當年就是因為 脫離了之後 有權力真空 所以出現種族仇殺 那好了 到了在高加索地帶的格魯吉亞 車神其實都曾經出現過問題 普京上位的其中一個動作 就是處理車神 還有哪一個最主要的辦法 其實對他們來說 如果變成天 就是反映了他們前蘇聯那幫人 還掌權很難看 烏克蘭 烏克蘭變天的意義就代表了 如果烏克蘭都可以變 為什麼白羅斯不可以變 如果烏克蘭可以變 為什麼哈薩克不可以變 如果哈薩克和白羅斯都可以變 為什麼俄羅斯不可以變 如果你說普京和他那幫權貴最怕 就是看到這一浪接一浪 最終是影響了俄羅斯的政局 其實去年底 白羅斯是出現了民間的示威抗議 哈薩克斯坦是今年頭 還要是俄羅斯派軍進去平亂 所以你看到其實前蘇聯這些國家 兩個很重要的盟友 哈薩克和白羅斯 他們自己本身一個很穩 就是有二十幾年 都是由他們前蘇聯流下來那幫人 抓莊的地方 都開始不是那麼穩定 你看看這次自從爆發了烏克蘭戰爭 其實俄羅斯裡面自己都有人起來反對 其實對普京來說 就是民間的反對其實是不是很大影響 不是 但是當你是影響到普京身邊的一幫財主 這幫財主的利益直接到受損 其實很難說的 可能對於財主來說 當年他們出賣蘇聯也是這樣 蘇聯瓦解之後 大家反而還可以多了利益 收多了稅 那現在問題就是 可能他們會慢慢接受到一個訊息就是 只要普京下台停止這場戰爭 就當隻眼開隻眼閉 說不定你們這幫人還可以好好的 繼續去玩這個遊戲 如果你們這幫人 是繼續支持普京 繼續去禮橫折曲 又說烏克蘭有什麽納粹分子 又說什麽種族屠殺 那就對不起了 西方社會這個制裁會繼續 你們在海外的資產 就慢慢被人凍結 凍結沒收就沒收 查理他烏就查理他烏 我想是用這個方法去令他們自己內部訓練 其實孫子兵法都有教 可以不用打仗可以這樣屈人之兵 當然是這樣做 很多人就說北約做什麽不出兵 北約可能不需要出兵 現在誰告訴你 在一場戰爭裏面 是一定要靠軍隊去結束一場戰爭的 不一定的 只要你打不下去 有很多方法令你打不下去 那我覺得 怎麼看現在普京俄羅斯他們的處境 現在都見到北約會議 其實都發出一些聲明 對俄羅斯都幾嚴厲的 還有歐盟都有提出一些警告 拜登甚至乎都警告過普京說 如果你膽敢用化合武器 就不能做出相應的迴言 還有現在大家都似乎 拜登都想講俄羅斯速 那個G20 我想其實最主要可以令到這一場 戰爭停止的都是要 普京在自己國外 失勢的了 問題就是 現在呢 你說北京是不是都看得很實 是看得很實 就是看得很實的地方就是 如果普京出世的話 他們怎麼站 就是之前他們 老大還跑去跟普京握了手 沒有底線友誼 如果現在這裡出了 出了他們預算以外的結局 那怎麼辦呢 這個又是回頭 就是 剛才我剛才也說了 現在我懷疑很多事情 在這幾個國家發生的 那幫官僚是根本不知道的 在那邊 就算你說國務院做外交的人 知不知道 其實自己老大跟別人談了什麼 他都不知道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其實就很難去做 很難去做決定 所以一個二個 其實你看到那些戰狼 現在都收斂了很多 一開始的時候 那些戰狼都還在那裡不停說 哎呀 這件事 一天最壞就是北約 我 其實都有存在那些戰狼 在那裡講這些 公開講的記錄 那當然他們 中國的外交官 時時就覺得 他們講過一些是沒有人記得的 其實呢 在外邊的世界 人家是有 有紀錄的嘛 那有紀錄又不是有 但是要翻查你們的 就是從你們那些人的取態 去猜你們自己內部的那些 就是 立場 從你外邊的反應 去猜你們自己裡面的評估 其實美國很早很早就說 咦 不是啊 似乎俄羅斯有動靜 那時候 那些中國的那些戰狼 就說 哪有打假新聞 什麼 那可能真的開打了 又轉口風 其實看得出來 其實看得出來 有些 就是哪些 回應 是 可能你們真的 得不到資訊 有哪些回應 是你們擺明 要尋由視聽 慢慢 其實人家見你做過態的行為 做得多 就對你們 政府的了解又多了 所以其實那些戰狼 那些人很笨 就是 時時打開口派 打到被人知道自己是怎樣 那 所以如果你說 歐盟是什麼 很強硬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不是的 就是你 歐美政府的態度 是很明確的 就是 可以離間你 俄羅斯內部的 就是可以離間你 對外邊的 一開始他們 那條的取態就是說 就是北約和美國 不會直接跟你俄羅斯兵 相見 講錯的 但是這個講法 去到俄羅斯 去到普京那裡 有另外一種解讀 其實你剛才問我 他們現在的處境是怎樣 我第一節 就是剛剛那一節 就講了 所以我不重複了 印度不曖昧 印度其實自從 獨立之後 就從英國獨立之後 一向都是在 這個 這個共產陣營 和歐美陣營之間 採取中立 不過中立得來 印度是傾向歐美 多於是傾向中俄 一向都是這樣 印度的中立 是大不了 就不加入制裁 但是就不代表會加入戰爭 印中關係 其實仍然是緊張的 在印度的國防政策裡 有兩大個地方要防 一個就是防巴基斯坦 第二個就是防止中共 在印度洋的擴張 這個基本上是很清晰 所以才會有印、日、澳、美 甚至乎加上英國的這個聯盟 這個四方聯盟 其實再加上英國、澳洲、美國、日本的聯防 其實這條陣線是很清晰的 你和中國式的那個所謂中立很不同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你說阿富汗? 你有沒有看聯合國的決議? 阿富汗怎樣投? 阿富汗是贊成經濟俄羅斯 其實 如果你現在看 看今時今日的那個國際局勢 有些地方你以為 我早就已經是中國的狼竹物了 緬甸你知不知道怎麼說? 緬甸都是支持譴責俄羅斯的 所以其實 不譴責俄羅斯的中立國家 最大的叫做印度 但是印度的那個所謂中立 其實是 可以理解它長期都是處於這個狀態 但問題就是 若然再進一步 你不會覺得它會傾向中俄那邊 甚至乎現在連中方的態度都是說 它想滑船和平 即是中方說得很旺據 它就說 我們會和法國、德國保持聯絡 希望尋求和平 言下之意就是 英、美這些國家在做挑釁行為 那你不可以當全世界都是你那幫人在圍牆之下看假新聞的嘛 現在 你看到 其實對俄羅斯防範最深的 一些就是在烏克蘭周邊的國家 就是波蘭 那其實你在北歐 波羅的海三國 北歐的國家 其實全部都處於一個相對緊張的狀態 再數下去就是德國 那德國的問題就是 之前就買很多俄羅斯的天然氣 那為什麼在德國會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那這個又有歷史可以考究 因為當年還有東北 時時的人就說冷戰時期 蘇聯都還繼續向歐洲輸供這個天然氣 那當然是一個人供給東北嘛 是吧 那有那個狀態才有那個歌仔唱 但是今時今日 其實對於歐洲人說 俄羅斯在2016年開始已經斷供烏克蘭的氣 就是它是做得出 在冬天的時候斷你氣 打算用這個作為威脅 所以其實歐洲慢慢都在轉動它的燃料組合 向北海賣 甚至乎 就是轉用多一些其他的能源 但是 這個矛盾 其實你在歐洲 你看到今次大家的陣線都開始清晰 然後你中國說我跟法國談 跟德國談 就把那個關係簡化了 只要我不是跟英美 我們還跟歐洲有得談 你自己騙自己 現在其實全世界都看到你中國 就多麼虛偽 也就是說有沒有人很預期 中國不如用你的影響力去勸俄羅斯收兵 俄羅斯有時候都會覺得 中國現在你是不是 還是違背當時沒有底線的那個 友誼的問題 所以好像做派 你中國不是打算打台灣嗎 還要在他們背後抽力 這些小人當道的地方 我一去到有這些關鍵的時候 當然是各自去 互相去讀對方 其實 情況就是這樣 你的問題其實很虛 那中共怎樣 我怎麼知道中共怎樣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覺得他們是同一陣線 其實一向都是說 對俄羅斯來說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共 中共 在這個中亞地區的擴展 現在哈薩克其實親中共多過親蘇聯 不過上次呢 哈薩克自己有個聯事 要找人去找軍事介入 結果還是找俄羅斯 結論就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中共不是很可靠 講的就是講到天下無敵 叫它做些事情就不是很做到 它唯一就是 就是我有些錢 我有些一帶一路基建項目 你要不要 你有天然氣就買一些給我 那這些自然 自然天然資源 你有錢想買的 那個個都買的 在國際 原材料市場 買又行 我為什麼要買給你 買給你價錢特別好嗎 是不是 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不是說 哎呀我們大家都是前共產國家 我們就是兄弟 不要太忘記了 沒有這種事情